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ugust 2019 JPynей degree Sport maximize 来 我们双手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那麼觀世音菩薩 那麼地藏王菩薩 阿彌陀佛加持 弟子學法器 鬼神莫婷婷 阿彌陀佛 今天我想說我們教一個那個 我們那個讚 那個讚是 我們要先唱一個那個 那個引慶 那個八十幾月 三十二月 來 三十二月 這是你的引慶嗎 來 三十二月 來引慶 來 你的引慶呢 三十二月 善禮天奏 來 等一下 等一下 先拿出來 先拿出來 轉到來 那你沒關係啦 可以拿 拿起來就好了 給我把他接上去 好 給我把他接上去就好了 你這個可以放低一點 你這個可以放壓下來一點點 壓下來一點點 不是啊 我不要你那麼大聲啦 就是這樣子 我們會 我們拿引氣 我們拿法器 自己要會控制音量 控制音量 你的引氣呢 你拿起來 你的拿法也很奇怪 怎麼 來 來 壓欽 南無佛陀 南無大無 南無深切 南無思理 摩合體比的 打你的 欺騙 你佛羅那哲理 散漫陀 達斯理 摩合 比喀那哲理 散漫陀 摩合 吃你的 薄米 薄來薄米 薄利瓦利他 散漫陀 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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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合 摩合 比 孤比 摩合 比 顾比 生起地 世地 世 生起 世地 山曼陀 阿达尼佛 南无佛陀 南无达摩 南无神切 南无实力 摩合体比耶达利耶达 阿弥陀罗那哲理 山曼陀 达身理摩合彼佛那世地 山曼陀 彼尼世 摩合体比耶达 佛弥陀赖 佛弥陀 佛弥沙理 无理他 山曼陀 沙佛立体 佛弥陀 阿弥陀 摩合彼佛弥陀 摩合彼陀 摩合彌陀 摩合彌陀 罗佛生起地 世地 世生起 世地 南无佛陀 南无达摩 南无神切 南无斯理 摩合体比耶 达里耶 佛弥佛罗拿着理 三门陀 达舍尼 摩合比哈拉切地 三门陀 比尼切地 摩合体比耶 佛弥佛来 佛弥山里 佛弥陀 散漫陀 修佛弥 佛弥娜 阿里纳 达摩地 摩合比股比 摩合米拉地 老婆生起地 拭习 神起 拭习 神起 拭习 三门陀 阿达 阿尼陀佛罗 南无佛陀 南无达摩 南无神切 南无斯理 Moha-thi-pi-e-ta-ni-e-pho-mi-phu-ro-na-ca-li-sam-man-tho-ta-sa-ni Moha-bhi-ha-na-ca-di-sam-man-tho-bhi-ni-ca- Moha-ca-li-e-pho-mi-pho-lai-pho-mi-sari-vani-tha-sam-man-tho-shabha-di-ti-phurina-alina-bhi-ko-bhi-di Moha-mi-l-ti-lop-pa-san-chi-ti-si-ti-si-san-chi-kho-ni-namo-bho-ta-ma-na-ma-na-ma-sem-che-namo-sari Moha-thi-pi-e-ta-ni-e-pho-mi-pho-la-na-ca-li-e-sam-man-tho-ta-sa-ni Moha-bhi-ha-na-ca-di-sam-man-tho-bhi-ni-ca-di-moha-ca-li-e-pho-mi-pho-lai-pho-mi-sari-wa-li-tha-sam-man-tho-shabha-di-ti-phurina-alina-bhi-gu-bhi-di-ti Moha-mi-l-ti-lop-pa-san-chi-ti-si-ti-si-san-chi-si-ti-sa-ma-nto-ta-ni-namo-bho-ta-na-ma-ma-ta-ha-di-vi-e-ta-li-a-ta-bho-mi-pho-la-na-ca-li-sam-man-tho-ta-si-ni 摩哈比赫拉切地 山曼陀彼尼切地 佛弥陀来 佛弥 沙利我利他 山曼陀修佛利地 佛利那阿利那丹佛地 摩哈比赫拉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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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利我利他 山曼陀修佛利地 南无佛陀 南无耀 南无胜切 南无死理 摩哈提比赫拉利的 佛弥 佛弥那在里 山曼陀 摩哈比赫拉切地 沙曼陀彼尼切地 摩哈比赫拉切地 摩哈比赫拉 佛弥 沙利我利他 山曼陀修佛利那丹佛地 玛瑅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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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蓃ку高 攝影 我们压房这个部分的地方要注意 我们3个的叫弁 这段念完我们就是在尾音的地方 如果有拉腔 比如說 撒 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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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客頌 我這個客頌本 大家要認真地看 因為我那個板眼 我都有重新標示過 不是我重新標示過 我重新 這個讓大家看個更清楚一點 不然有的時候 它標示的 它你們根本就看不懂 知道嗎 甚至會打錯 這個影親 那個我跟哥 我看有的人這很奇怪 他不是拿這樣子 你要這樣子拿也可以 我覺得說這樣子拿 我看起來就是怪怪的 你這樣子拿 把它放在中間 放在中間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 這樣子 這個 其實我覺得說 這個慶跟這個餅 是要平行 對不對 對不對 你是這樣子 你拿這樣子 你這個距離就蠻大的 你這個 這邊的下面的距離就蠻大的 你這樣子要這樣把它敲 所以說你這兩個 你看 這兩個你要平行啊 這個餅 這個餅跟這個 至少要大概要這樣平行 平行 這樣子平行 這樣平行 你這個是靠在這個肉 你這個是靠在這個肉 我們這塊肉 我們這塊肉 這個手 這個手 刀這個地方 這個肉 這個地方 靠就這樣子 靠這樣子 然後那個 那個無名指跟小指 壓著跟那個拇指 這樣兩個扣著 這個這樣子 不是靠在這邊啦 我感覺說這樣 你拿不久啦 拿不久了 而且你這樣子 這樣拿這樣子 你會起水泡啊 敲久了你就會起水泡 我敲久了 像我們 我們室裡面過年萬佛 我敲走了我手 我手 我都把引擎都交給別人敲啦 我覺得說 交給那個當時敲 敲久了 這個手 其實我們這個手 這個手啊 這個手指頭啊 會 我覺得說 久了 敲久了會不舒服啊 就是你看 我敲那麼久 我敲三十幾年了 你看看我還會不舒服啊 所以說你這個 我們要自己輕鬆 輕鬆的方式 我是這樣子 這樣跟你們講啦 你們可能就是不常拿 覺得沒有無所謂 或者以後你自己會調整 這個也 來 好 第九場課了 還在教這個 開玩笑 九中十五 九中十五應該都沒問題了嘛 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再練習 我們先把打開那個 這個是第幾月啊 這個比較特別啊 特別的 第127月 千層獻香花 千層獻香花說起來就是 以前的經驗就是4月8號在唱 現在我們平常也可以唱啦 大災天的時候啊 大災天 小災天也有在唱 小災天也有在唱 大災天也有在唱 大災天也有在唱 大災天一定會唱 千層獻香花 千層獻香花 比較特別一點 它這個就是 它多一個字而已啊 多一個字 像類似的這個 類似的這個就是還有 類似的這種模式 就是在第88月的 彌勒佛化痴呆 我們都要唱一遍 讓你們知道一下 不然有時候你們都轉不過來 音轉不過來88月 我們現在這個先看那個 127月 來 那個 來我先跟各位講 來 我之前有講過喔 我們 過七星 過七星 後面兩個字 過了七星之後 兩個字要拉高音 好啦 指揮 如果說是沒有過七星 那就是平音 第三行 橄欖共琵琶 風山卻舍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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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沒有過七星 過七星之後 後面兩個字 你就是拉高音 指揮 指揮 都一樣 蘇陀 沒有過七星 就是平音 夢山卻舍察佛 這樣子 那這個燈紅燕 你看看 這個燈紅燕 其實這個 稍微講一下 你們就 上面這個就是過七星 我 等一下我們好 我們現在先講 過七星大家都知道了 大家都知道 等一下他特別教 留下來教 特別教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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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照著白眼這樣敲 對不對 這個 這個 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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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這個 這個有時候 我覺得說很奇怪 就是其實我們如果說前面 比如說我們是戒定真香 或爐香讚 或者是 香才熱 這個都 我們要法會之前 都唱的第一個讚對不對 後面 後面的讚 後面的讚 後面的像這個供養 南某浦供養那個都是快版的 沒有在唱慢版的 都唱快版的 沒有過期心就是唱快版的 如果說過期心的那個就是慢版的 來 我們來唱一遍 OK 千層現香花 把引擎拿起來 我們跟著繁衍來敲 好 沐魚 等下丟掉 好了沒 有沒有 沒有開送本嗎 沒帶 要不要給你看 你們兩個看 我希望說你們 我希望說你們 這個帶第二版的 第二版的 第二版的 因為第一版的 後面這個讚 後面的最後兩個字 那個版演的那個 都有錯誤 第一版的時候沒有注意到 沒有注意到 你們翻白斑的 一般有人他拿回去看的 其實這個會敲的 他就知道也無所謂 你會敲就沒有問題 來 壓慶 墨魚 他壓了慶之後大家都敲個魚 千層愛卸 想狂狂 爱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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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供 佛供 佛供之后就是 在 唱完 书文的时候就念 千尘鲜香花 这个千尘鲜香花 念完就是 准备到 消灾坛去回向 这个仪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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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有的人 那个金书 他的金书 他那个仪轨 其实我们这个仪轨 你看看阿弥陀金 看 你听我说就好了 阿弥陀金 然后往生咒 往生咒之后 就接占佛祭 占佛祭之后 一般起来念佛 到念佛的时候就是有绕佛 他的一般的模式就是这样子 我们客送本的模式就是这样子 有的印金 所以说有的居士 發心 他想要做功德 修福报 印金 可是里面的仪轨 跳来跳过去的 跳来跳过去的 印得很漂亮 他仪轨跳来跳过去的 所以说我们 有的人 他就是照着这样仪轨这样念 不要想那么多 我跟各位讲 我们这个犯败 我觉得说你看看 我看到旭云老婆上联谱 旭云老婆上一百多岁 被打趴在地上 然后他马上入 他入定到天上去 米勒普山那边 谁做维挪 阿南做维挪 阿南做维挪 他排旭云老婆上排第四位 我心里面的想法就是说 这个犯败阿法器阿 不是我们谁发明的 是三世诸佛的那个法相 知道吗 他是一个我们 我们一个依旨的一个 我们修行 我们学佛修行的一个 一个模式 都是 从以前诸佛都到现在 都是这个样子 三世诸佛 过去诸佛也都是这样子 所以说我觉得说我们 我们这个 所以说我说这个客颂本 它的重要 有的人阿 他就好像没有关系 昨天是哪一天阿 我们是 我们修寺和尚阿 他 他12岁就出家 他遇到 他亲近过很多老和尚阿 他现在也是老和长老阿 对不对 他说我们这个客颂本阿 他自己讲的啦 那天他跟我讲阿 他拿了两箱回去阿 他说 这个客颂本阿 有本省的跟外省的阿 阿 他说是有的客颂本阿 那个站阿 都被改掉了 我们现在 其实阿 他没有 不是很了解 阿我 我有去问过 其实阿 这个也不是说阿 被改掉 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说我们 我们唱的都是属于比较 有的道场 像零言三世 苏州零言三世 他就比较特别 他就强调的是念佛的 可是我们这个法本 客颂本阿 这就是我们通用全城各地 包括大陆 哪里 唱的都一样 知道吗 所以说我觉得说 他的重要性在这个地方 要有人 有人他都不 我觉得说现在老的都走光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人也无所谓阿 阿 现在我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 我很大的感触就是 现在到场在慢慢没落 为什么没落 就是 你们都不住家 寺庙都没有人阿 寺庙都没有人阿 知道吗 寺庙都没有人 像成天是 到现在还是六十几个 我在那边 你看三十几年 现在六十几个 现在也是六十七个而已 南众一直保持再十几个 十多个而已 所以说我们现在 现在阿 我们的心阿 跟各位讲阿 学佛要干什么呢 学佛你一定要吃苦阿 没有那种轻松的啦 知道吗 为什么要吃苦呢 我们 我们的业力那么轻松吗 有那么轻松吗 有那么轻松吗 对不对 所以说你要还 你那个累结冤亲在此 你看看我这个胸口 这个业力阿 那个勿杀 勿杀这个跟着我二十多年了 对不对 有那么好消 好消业障吗 拜个佛就业障休息 读个金就业障就消了 有那么简单吗 我们一定要 我们祖师大德 都是千辛万苦 我们凡夫子 业障深重阿 你不用辛苦 哪有这回事啊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 我跟各位讲 我们学佛 你不要 我觉得说 你当然 每个人的生活环境 不一样 工作环境不一样 可是你一定要 这个到我们学的佛 这个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你不要放 你不要这样 清心慢心这样的给他 随缘 随缘度日这样过去 可惜 知道吗 昨天阿 那个谁啊 那个说 几岁啊 大二啊 大三啊 所以说 我们这个世间 有太多苦 知道吗 你这个业力来了 你根本就转不过来 对不对 这么优秀的 你看看40岁 48岁 那个谁啊 Coco啊 我们不是拿他做比喻 这个就是我们生活中 我给我们看的 我们学佛的 才能够了解 什么叫做因缘果报 你知道吗 知道吗 所以说我们学的佛 可是你不愿意 面 我跟各位讲一件事 你不 讲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们都不愿意面对自己 你知道吗 我说实在话 我说实在话 我们我们这样敲法器 我们在这边学佛好像很快乐 可是你回去呢 你回去呢 环境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你 你那个 为什么 我们的心境呢 他们不了解 我弟弟跟我爸爸骂我了我十多年 我弟弟 我爸爸大概十多年之后 供养了我一包红包 为什么 他吃到苦头 他吃到苦头 我之前有讲 对不对 他吃到苦头 我弟弟对他不好 我在出家的时候 因为我了解我弟弟 我就出家的时候 我写了一封信给我爸爸 我爸不来啊 我那封信他有看没有 看我不晓得 我说将来会怎么样 他就跟我说得很准啊 因为我对我弟弟很了解啊 也不能怪他 每个人都是 我们都是凡乎俗指啊 你能怪他们不懂吗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学佛 你第一个问题 你要先面对自己 我也是没有办法面对自己 我跟各位讲一件事情 我的这个 所以说我的这样子 三十几年这样走过来 我觉得说我的经历 你们可以参考 你们真的可以参考 就是因为不会面对自己 才会觉得说 我什么都会 我也会做事情 我也很容易做工作啊 市里面的工作我都会做啊 很容易做工作 像我去九十一年的时候 在那个三一三宝市 五六个师傅 只有我帮那个助持和尚啊 做事情而已 其他都没有在做 因为我觉得说我在成年是习惯啊 做这个事情小事情啊 聚个素食 等到五月松聚下来 泡五月松醋 这个太简单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 你要我们在这个周遭环境 我一直说过了 你要布施你的爱心 你要布施你的慈悲心 你在周遭呢 要吃一点苦 这个委屈啊 你一定要吃下来 我没有那么简单的啦 我以前啊 就是觉得说啊 要给你 他说有个师傅 有个师傅 我们在这边讲啊 所以说你 我之前啊 有说啊 这个师傅怎么样 你不要看他这个 是这个样子啊 你不要小看他 那他 有个师傅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上场打法器 结果我们都没有机会上场 厄弓耶 哦 我说啊 你上去了 你上去 结果患大众在起烦恼 患大众在起烦恼 对不对 啊 我们 执着是什么 我们要让大家欢喜心啊 甚至一个我在打地 我在沉淀室 我在打地中啊 那个女众法师 我师兄弟 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知道人啊 可是不晓得名字啊 像我都知道你们 可是我不晓得名字啊 他念得很大声 可是里面的法师啊 女众法师对他很排斥 他念得很 他那个 他就是很拼命的在念佛啊 地中啊 阿弥陀 我心里面就想我在打地中嘛 我就我供养他一个就好了 他虽然不受 他虽然受排斥啊 可是我们 我觉得说我们出家人啊 心量 也是要学习啊 可是你不要说看啊 这个师傅修得好 这个师傅修不好 我跟各位讲啊 我都是凡夫啦 知道吗 每个人都一样啊 遇到问题 那个量就拿不出来啊 知道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 学这个量 学这个量 遇到问题 还有做事 你一定要从做事开始 你我们懂很多了 可是你一定要从做事开始修 我很庆幸能够在成天室出家 我很庆幸我能够学到广庆老上的法门啊 我之前有讲啊 我之前有讲啊 所以说我说我 我说 我 那个时候我刚出家 刚受完戒 老上的最后一个徒弟啊 传圣法师啊 广庆老上 21天的佛妻 你有没有参加过啊 没有参加过啊 21天佛妻啊 他也是来啊 我知道他啊 他很年轻啊 我那时候也 才20多 20多岁而已 他说21天的佛妻啊 我们都没有讲话啦 21天对外的佛妻啊 那个是对外的佛妻 对内的 有限制人数 对外的没有限制人数啊 那我就是 21天 最后一天 那个传圣师来跟我 主动跟我讲话 他说他观察我21天 他讲了很 讲了 那个用钥匙那个词端 大概一个半小时 他跟我讲了一个半小时的话 他讲了那么多话 我都不记得 我只记得一句话 广青老上的法门 在外面没有在流通 他的法门啊 是死了生 是顿悟法门 我当时啊 啊 感觉 他把我的话 我讲不出来 我觉得说 我们成天式的修行的方式 非常殊胜 可是我讲不出一个道理出来 讲不出一个所以然出来啊 他把这句话讲出来了 他说这个 他说广青老上法门 在外面没有在流通啊 我今天供养各位啊 他的法门 没有在流通 他的法门是直了生死 顿悟法门 我当时就是出家就是想要开悟嘛 其实每个人都想要了生死啊 可是我 所以说 那个他把这个话讲出来的时候 哇 我觉得说 你看看我记到现在 他讲什么 以前他讲那拉哩拉扎的什么话 有什么看我怎么样啊怎么样 我都觉得说 好像我没有记得很清楚 我就记得这段话而已 为什么广青老上法门没有在流通呢 知道吗 直了生死 顿悟法门 有谁 我把 我也这个 这个 我也讲过给几位法师啊 几位居士听啊 可是他们有 我这样感受吗 没有 这个是 如人饮水能暖自知 知道吗 我觉得很好 可是人家说 我有听到有一个师兄弟说 他在成天室都没有学到东西 我的东西我全部 我很庆幸我能够在成天室 后来可是也是因为 因为 一些烦恼就离开了 知道吗 我说实在话 你要给你 我觉得说我能够 我能够面对这些烦恼 我能够遇到这些烦恼 也是我的福报 为什么 我心里面想要修行 这些烦恼我看到人的心啊 人心啊 知道吗 所以说你要不要修行 你说拍拍屁股你就走 所以我常常讲啊 清高啊绝对是不正确的 你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给你给你给你 不是这样子 绝对不是这样子 修行不是这样子 知道吗 我在这边讲啊 我希望说我们能够学佛啊 能听到佛法 是多么的千载难逢 多么大的福报啊 可是啊 哇 感觉我们都不会修 我们都不会修啊 知道吗 昨天 是 昨天 也是昨天 一个师父叫我跟大家讲 说你有空你跟大家讲 他说我们学佛弟子很糟糕 哈哈哈 我刚开始他我讲一点话了 那个他刚开始跟我讲的时候 说他家里的弟弟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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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弟弟说他已经出家了 这个师父已经出家了七十几岁了 我认识他二十多年了 他女众法师了 他现在已经七十几岁了 他 他 他照顾他弟弟六年 六年 他他弟弟的太太小朋友 对这个他他先生都不问不问 而且他之前跟我讲的时候 任何事跟我讲的时候 啊这个弟弟你不要管了啦 你就赶快去找一个地方找道场去 把你的身体调好 调整好 我叫他去桃园了 桃园他也去过 我以前也叫他去过 啊那个 我学针灸就是他叫我 他的姻缘 啊 那个 我说啊你赶快把身 你赶快离开 我也是这样想啊 我没有了解到事情的问所在 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啊 我没有看到啊 啊就他听他讲片面的话啊 啊他跟我讲这些话的时候 我说啊 你赶快离开这个放下了啦 这个是个人生死 个人了 个人的业障啊 可是呢 他昨天是拍照片给我看 拍照片给我看 他弟弟瘦成皮包骨啊 他他太太 弟弟的太太 儿子女儿都不照顾 我说吼 我看到这个照片 我是多么的难过 你知道吗 这种事情 你看到你已经照顾他六年了 如果说你离开 他就一样是死路一条 而且 跟你讲 你是过 你有过失 他太太没有过失啊 他们这个 一马归一马啦 知道吗 你要照顾你就是要做好人做到底 知道吗 他说他拍照片给我看之后 他也是放不下 我说你怎么能够放下呢 是不是 他说他太太 他弟弟太太 他也是佛 虔诚的佛弟子 你遇到了才知道 我跟各位讲 所以说我们学佛 你要怎么放下 你遇到这种困难 你怎么放下 你绝对不能放下 你要在我们 我们周遭的 你看看我 我93年 进了灵济寺的大门 我就起个念头 再大的困难 再大的烦恼 再大的障碍 我都一定要忍住 我跟各位讲这个实在话 我们修行学佛 这条路 不容易啊 遇到那么大的烦恼 我还被打呢 我爸爸说 啊你讲讲 人家跟你讲 你又不能照顾 我们就是一个学佛的心态啊 啊 我劝你的还你啊 我欠你的去还你啊 我劝你的去还你啊 我劝你的去还你啊 低下打下去的时候 那是真打 马上一个 马上一个啊 乒乓球啊 一个乒乓球 马上肿起来啊 第二下水就喷出来了 我这是所受伤的呢 知道吗 所以说 你看看 我这个算什么啦 那虚恼上被打怕在地上呢 我都没有被打怕在地上 而且 当时 当然是很气愤啊 很气愤啊 可是过了之后 我心里面想 他有 过了一段时间 他有跟我忏悔啊 那我就叫他 你要去忏悔啊 你要去忏悔 他也跟我要过钱 我就 他 后来他也 五十几岁啊 四十几岁啊 你看看 夜啊 回家去之后 转不过来 人家说 他打扰我之后 他全神都知道 福报 他损大福报 他打了一个出家人 打了一个修行人 这个福报 他损大福报 大家都拒他 拒绝他 你知道吗 走投无路啊 很可怜啊 碰到大钉子啊 他就替帮啊 不知道说 孙子这么大 那我也是帮他回向了 回向了一年 我不舍 觉得我跟各位讲一件事情 你遇到再大的烦恼 你一定要从 我们的因缘果报去想 知道吗 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因缘果报 你一定要忍住啊 知道吗 可是你要规劝他 你要告诉他怎么做 他能不能做 那就他的因缘 我也一直鼓励啊 这样我就一直 我也在鼓励大家 可是有人就不听啊 到处跑啊 唱歌啊 干什么的 所以说我们学佛 难在哪里啊 你没有办法面对你自己啊 知道吗 还有啊 你用功啊 我们用功用不了 用不下去啊 这是我最大的困难啊 用功用不下去 为什么用功用不下去 业障没有消啊 知道吗 所以说我们今天 进来这个地方 我没有要跟各位讲什么 我心里面想的就是 我们要如何 在这个佛法 在修行方面 如何精进 就这样子而已 如何精进 业障 我们现在要赶快消业障 所以说我说 那个中科八大师讲的 第一 忏悔业障 第二 修广大的福德之良 我们 我说你要如何修广大的福德之良啊 你没有修法 你能有多少钱啊 那个 我知道那个全联啊 每年那个法股山啊 有两千万 那他不是第一名哦 他是第二名 郭台名是第一名 是Double 你看看 四千万啊 有钱啊 有钱 可是他有去吗 他没有去啊 哪有可能 可是哪有 他修到什么 修到福报啊 只有福报能够修福报嘛 对不对 所以说我跟各位讲啊 我们学佛啊 你一直读 我们一直拜佛 可是我所以说我跟各位讲啊 你一定要从做事开始修 你一定要 我们这个法器啊 目的是什么 目 我们这个法器啊 是领重啊 领重的工作啊 发心的工作 发心的工作 可是我们现在呢 啊这个我比较喜欢这个 所以说啊这个啊 我这样走过来三十多年了 我也看多了 所以说有时候法器啊 可以给人家敲 就给人家敲 我现在是比较轻松 我都敲鼓 最轻松 这个我刚讲啊 这些法器啊 是有 像这个维挪啊 保中鼓啊 这个都是属于比较老界的 老界啊 老餐啊 上座啊 在做的啊 现在没有啦 现在是谁 谁 喜欢就是去削什么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说我们这个制度很重要 可是你要用从这个制度里面去包容大家 所以说这个不是我们学起来 学起来 我学起来 我就要做什么 你不要这样想 有机会 你当你发心的时候 你起了念头之后 我们有这个姻缘的时候 你 你主要 我就 我最 来这边 带 这个交贩拜 我就跟各位讲 你要发心 参加共修 一定要去参加共修 你一个人修修不来的啦 真的 这边有法 这边也有法师在带啊 这边也可以啊 你们家附近啊 都嘛可以啊 知道吗 偶尔也可以到林祭司走走啊 好 这个啊 我跟各位讲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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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范拜啊 这个模式都是几乎差不多 你把这条站 学起来 你要怎么学呢 重复 重复的练 我根本以前的来临祭司之前 我根本对咽口都不了解 成天再成天是有 有参加过啊 那 离开了 住了七年 那每年七月 七月份就有一次的咽口 人那么多 那我们 那我们有时候 根本连 根都根不来不及啊 不会啊 那现在来林祭司之后 有参与 一次 兩次 三次 几次 一年之后 绝对好像自然而然就会啦 就把那个咒语 背熟 念熟 好像不是很坚 不是很困难啊 还好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靠什么 你要 我跟各位讲啊 这个啊 外面的流行歌曲很好听啊 可是这个可以消你的业障啊 修这个 修这个就是修供养啊 修赞叹啊 对不对 而且这个赞叹啊 我们怎么会赞叹佛 我们哪有那个智慧 赞叹佛 这个都是佛菩萨的大智慧啊 大福报啊 知道吗 还有良黄宝灿啊 你可以用毒啊 水灿你可以毒啊 用毒的就好了啊 你可以读 你看看 祖师大德的智慧 多么的高深 多么的 文字写起来 这么优美 文词这么好 对不对 我们怎么跟得上呢 而且这个都是什么 这个是无量的智慧耶 而且这里面都牵涉到因缘果报啊 知道吗 无量的智慧啊 我们 我们学这个就是赞叹佛啊 赞叹佛啊 你为什么不修呢 所以说你那个 外面的那个 不用再学了啦 头发地短一点 不要那么长 不要踢光头啦 踢光头会吓死人啦 为什么呢 你们心进啊 各方面啊 我跟各位讲啊 出家中要教育 在家居士要不要教育 要啊 除了我们深入教理以外 听经文法以外 我们的 我们的起心动念 我们的威仪都要教育 没那么简单啊 对吧 有空啊 就来参加早晚课 有共修就来参加共修 要发菩提心 只有这样子 我们只有这条路而已啊 你以为我们做早晚课 做了三十几年四十几年 都是这个样子 都是这本书而已 有那么简单吗 没那么简单 在共修的时候 早晚课的时候 这个心进啊 你那个进得下来 进不下来啊 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就澎湃 激动的不得了耶 知道吗 那这个 我刚刚想说 还在讲那个 我们再唱一遍 那个 我们这个模式 大概就这样子 还有那个 那个药师佛啊 药师佛啊 药师佛啊 我们再看一下啊 来药师佛啊 米勒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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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勒佛 刚刚讲那个 那个街头 刚刚讲那个 那个是两个字的嘛 智慧是两个字的嘛 啊这个是街头上 街头上 嗯 化痴呆啊 我 这个这个版本啊 这个课众本有两个版本 我还是比较执着这个 这个版本 因为这个我们以前 就是这个就是 所谓的外省的版本 知道吗 化痴的版本啊 所以说大家 这个我这个 我希望说我这个版本啊 我们注册上说 这个是外省的版本 还有一个本省的版本 他是不了解 原因在哪里啦 可是我还是觉得说 习惯大家 我希望说大家 能够支持我这个版本 我们就这样子就好了 来 去 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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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f 去 去 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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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就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唱的这个模式 把这个调 把他背 把他很熟悉啊 知道吗 你熟悉的时候 还有这个板眼 你会看 你就会敲啦 不是说会唱啊 围挪带 你就跟着唱 跟着敲 这样就好了 引进发气 不要这么大声 轻轻的柔柔的就好了 我们唱一遍啊 我们唱一遍 这个模式好像有的字 它会多几个字出来 所以说你就是这样子把它引 如果是这样的模式 跟那个千层千枪花的模式 我们就是直接把那个引带过去 比勒佛 88佛 是 是 在街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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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在街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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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头上 在街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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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街头上